作者 白日凡哥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258集 这里很危险啊 凡哥 你帮我们的时候哪次不危险呢 你就别说这些了 几人正在说着 已经有进风中的弟子朝这边扑了过来 在他们的眼里 只要是他们不认识的 那都是敌人 张凡和丽雅文急忙腾出手来进行抵挡 方浩明实力太弱 为了不让方浩明出危险 他们只能是把方浩明挡在身后 进风中来人的实力比张凡要弱得多了 张凡三下五出二便把那些人全部收拾了 不过张凡并没有杀他们 只不过是费了他们的战斗力 金鼎和那休闲装男子再次动起手来 二人每次碰撞 都令得空间浮现出一条条细密的裂纹 无数的树木在战斗余波之下化为漫天的碎屑 地面上也是喊煞声整天 张凡几人的目的是获得香火里面余粮的尸体 所以他们也在一点点的靠近着倒地的香火 五分钟后 几人便到了香火车的位置 张凡动用真气 一把把上面的锁给拽开 然后迅速把门打开 可映入张凡几人眼帘中的 不是什么宝贝 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铁皮柜 整个铁皮柜都没有门 全部都被焊死 用手敲打连个声响都没有 可见这铁皮柜的厚度 李亚文迫不及待 一掌拍在铁皮柜上 只听铁皮柜发出了 蹭的一声金铁交集之音 以李亚文的实力 仅仅在铁皮柜上面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痕迹 那铁皮柜的硬度 也是非同一般的 看到这样的情况 张凡甚至 听见他的实力 应该也是打不开这个柜子的 他不由把目光望向了空中 那两名正在搏斗的第三竞强者 也不知他们 能否把这个铁皮柜子打开 两人实力相差不大 战斗颇为较着 一时间很难分出胜负的 哼 没想到我的实力这么强吗 铁鼎冷笑道 恐怕你今天是要白来呢 休闲庄男子面露严峻之色 他的确是没有想到的 他和我的消息 铁鼎的真气实力 是第三竞第一段的 其实昨天之前 铁鼎的真气实力 还真的是第三竞第一段 是进风宗的实验 帮助他增加了实力 休闲庄男子大致也猜到了 铁鼎发生这样变化的原因 应该是进行了 进风宗的实验 可是 他对于进风宗的实验 一直都不看好 之前那实验 可是死了不少的人的 现在即便是有所改进 也必定会给 带入实验室的人 带来副作用 跟正常的修炼者 一定是有差距的 所以吃惊过后 休闲庄男子的心神 很快便稳定下来 认为铁鼎虽然和的境界相当 但长久作战 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都到现在 金鼎君没有丝毫要落败的迹象 这不由得让得休闲庄男子 有些心骄了 一会儿另外的车队 就会抵达进风宗的心旨 他们得知这片的情况以后 一定会派人过来救援 到了那个时候 他和他的兄弟们 肯定是性命堪忧啊 不行 不能再这么拖了 兄弟们 尽快从香火里把宝贝运出来 不要恋战 休闲庄男子的手下们 立刻响应 将对面敌人杀退以后 立刻便朝着香火的方向围拢 张帆几人迅速退去 洋庄跟进风宗的人搏斗 这些人很快便满着大铁皮柜 从香火里面拉了出来 其中一名满脸落腮胡子的男子 大声说道 大哥 不行啊 这铁皮太过厚实 我们破不开啊 听到这话 休闲庄男子看了眼铁皮柜 而后催动体内真气 并要到那铁皮柜的近前 可金鼎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呢 他一下子横在休闲庄男子身前 两人再次缠斗起来 休闲庄男子有些气急败坏 也不知道吃了一个什么东西 气势陡然暴增 一拳把金鼎给击腿树部 一下子扎在了铁皮柜的跟前 凭借体内强大的真气 一拳狠狠砸在了那铁皮柜上 只听到铁皮柜传出了一声 闷雷般的炸响 一些实力比较弱的 在余波之下再次被击飞 铁皮柜则被砸出了一个 身约三公分的凹陷 凹陷周围出现了丝丝的裂纹 但是却并没有伤到这铁皮柜的筋骨 凭这么点破坏力 还不足以把气给破开 这奶奶的 这什么玩意儿造的 休闲庄男子不由骂骂了一句 此刻她的气势已经恢复了正常 当她准备再次的挥动拳头 砸向铁皮柜时 金顶已经重新回到了身前 一拳直奔休闲庄男子的面门 休闲庄男子不得不进行抵挡 两人再次缠斗起来 一旁洋装战斗的张帆 把刚才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休闲庄男子气势飘升的瞬间 真气实力达到了第三井第三段 从她对于这个铁皮柜子的破坏程度来看 只有真气实力 到了第三井第五段以上强者 才可以把柜子给砸开 弄不好 他们今天也得煞雨而归 凡哥 咱怎么办呢 张帆看了一眼方好明 又有一些不甘心地 看了一眼那个铁皮柜子 就在这时 五个真气实力处于第二井第三段的 进风宗的人 朝张帆三人身边围拢过来 气质汹汹地便对三个人动起手来 张帆只能拖住其中三个 李亚文只能拖住一个 而且还是被打得急急败退 最后一个冷笑了一声 朝着方好明的身边靠近 在方好明猝不及防下 一拳拍在了方好明的胸口 伴随一声闷响 方好明的身体瞬间倒飞而出 重重地倒在了那坚硬的铁皮柜上 就这么一事 方好明至少是断了 五根肋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